马卡洛夫手枪裸枪胸口一枪33其他部位30打头是42 当然我相信各位一定会带88弹容量的弹鼓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不提弹容量了 然后马卡洛夫手枪有两个玩法 因为它有一个配件是增加就是这个扳机 是增加伤害倍率的 所以说它有一个是单点玩法 一个是连射玩法 单点玩法打胸口一枪是36其他部位是30 我相信大家会拥抱高射速和强度的 连射配件主要是由一个减射器间隔的扳机和全色动枪管组成的 当然连射配件全身是22我没有侧头 哎呀不好意思呀 马卡洛夫手枪的连射配件理论的近战TDK是在0.25到0.3左右 当然远点的TDK一般都保持在0.5左右 甚至有时候会达到0.7 0.8左右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双持配件的近战TDK并没有加强多少 也是在0.2到0.3左右 但是远点却大幅度就却弱了 远点大概得到0.7或者0.1左右的TDK 事实证明 双持配件打远点确实不行 但是 你确定他的160发也不行吗 我们会希望看到 160发加针加其心协力 你懂我的意思吧 单持状态下马卡洛夫的TDK 与差距的TDK在近战方面相差其实不大 但是 好就是80发 80发就是好 呃这里顺带提一嘴 这个单点留的马卡洛夫确实不太行 近战虽然也能三枪使 但是我会选择MW111 明天跟马卡洛夫本身的射速和大弹骨 我认为他在中级的中级大骨骨骨枪打的也是难分伯种 但是你懂我意思吧 你懂我和我的另外一把马卡洛夫的意思吧 你懂我这跟真的意思吧